实力渐显 2比3的比分 使去年的甲烈冠军 也出了一身冷汗 前面现在是朱种 刘军 西红之托货 四名后卫呢 是陈晓东 吴斌和毛雨晶 姚继 首面是蔡建林 陈晓东他是左边位 所以他今天任务呢 是紧紧地盯住 对方的11号李建和 李建和是 突破能力比较强的选手 他和巴贝利 是香港队的两员战将 主要的得分手 这场比赛对于 香港队来讲是 记得必得 上上陈海峰 插进去 首面 打对对方队员 5号身上 陈晓强把球捅出了底线 今天是9号 齐红是打到 拖后的位置上 来加上后螃蟹 让范之音拖到前面 这样可以 加上前场的攻击力 因为范之音 他有速度的高度 向队外面掉下来 顺便 哎呀 这一脚打得太新了 这是上号招中文 一脚打门 这是一脚挑射 力量不大 11号李建和 香港队员老江 陈晓强带着突破 准备是过停传球 没跳起来 陈晓强由于 他是从一员队借过来 所以相对来说 和深花队 其他几名队员的 这个配合上来 就不是特别默契 3号队 快速反进 11号李建和 六地线 借球汤大了 被迅速回射了3号 经验老道 陈晓强 杰族先能把球破坏 球出单线 但是通过这次进攻 也可以看出 那个香港队 向前这个 快速反击的 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 由老将 11号李建和来 组织进攻 香港队也获得了 上半场比赛的 第一个小球 再次突出欧门 这是一场巴贝利 一跃充电可惜 力量不是特别大 看看重放的慢镜头 巴贝利在门前捕捉战 这机会 这种能力 还是比较强的 向前猛插 15号吴宾 范基 陈海峰 左边 好 一球远射 打在对方队员身上 弹出来 再次拽中 投授攻击 哎呦 吴宾没有简陋成功 范基的一脚抽射 打着对方队员身上 被对方队员解围 大家看看 重放的慢镜头 陈海峰 船中 而这范基 一甩头 投授攻门 来 反圈成功 起号西红 再偷跑 一波 陈海峰 拉开 射 哎呦 打得漂亮 对方守面 面线以后 把球投授灯线 陈海峰 带着带着 横着一转 跟着左脚一角抽射 力量很大 对方的守面 凌空一举以后 把球投授底线 西红 陈海峰 向边上带 侧电球门 转向一条打门 这条扑得非常漂亮 战术角球 传中 哎呀 力小 横扫 扫了空 魔力军准备补射 守面又抢尖 把球接住了 一个讲 打到现在没准呢 上海生花队的机会 要比对方要多一些 上不上比赛 进行了 33分30秒钟 现在比输还是0比0 尤其这个一分钟里边 有两次比较好的机会 这个战术角球 力小只要是向前 到门前 只要轻轻一推 就必尽无疑 可惜 没有把握好机会 虽然说这个角球 虽然是横着过球门 在一个大门前 形成无数个攻击点 但同时对这个 进攻队员 也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 怎样在无数的 攻击点当中 能够寻找到一个 最佳的攻击点 争取破门得分 10号里建合 一条缠中 大败力 14号 停球 慢了 15号 跟着上门 这两点都一个 非常好的机会 首先是14号 吴金红 足够一推一波 刚上打门 被上门的电影破坏 跟着15号 林清零 又是一脚 打门的机会 打飞了 看看中方的半镜头 你看转身 可以打门了 可惜 停下了以后 汤大一点 15号 在没人防守的情况之下 一脚打飞 主台盘的上升 下半场比赛 结束 双方0.0打平 运动员休息一会儿以后 再进行下半场比赛 随着主台盘的一声哨声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 今天上方如果在90分钟时间打平的话 要进行加持赛 然后再发点球来决定胜负 而这个加持赛呢 是采用这个 第一死亡榜 相对准备一跳远射 打在上队15号 吴冰身上弹了出来 哎呦 悬了 一波 哎呀 对方的神好 赵忠文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但是他没能打 把这球往边上一波 准备让给迅速插上了 另外一名队员 机会丢了 反正葫芦顶基本上没有队员在防他 他准备把那球回传14号 吴军红 结果丢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毕竟年轻队员在这个关键时刻 没有能够把握好机会 11号李建合 李建合在比赛里边保刀布劳 由他组织进攻 尤其是他的右路打得非常活跃 毛鱼军蹭了一下球突端线 太靠门前 12号刘金 突然机停 敲开空档一角远射 脚球 拉开空档以后 10号刘金 左脚一脚抽射 低运球 被对方手面 中号线倒地侧破 脚球 这样在下半场比赛里边 上方更有一个脚球 刘金技巧打门还是有点质量的 好在地方的手面 测铺以后把球碰了一下 再次传中 准备 这是后卫十三号毛鱼军 踢到刘金传球以后 跃起来 一甩投 投球攻门球进了 角度很大 手面 基本上没什么大的反应 猝不及防 这样在上半场比赛 开赛仅三分五十四秒钟的时候 上海生花队 以一比零领先 大家看 手面这个选面的太后那边 所以这球进了以后 刚刚反应到 刘金传中 毛鱼军 利用他的身高的优势 最为后卫也能够迅速到前 强点攻门 使得上海队以一比零领先 需要一件后来组织进攻 八百例 再走中间 慢了 出九 三十一 速度下来快 掉射 他是看到这个手面 出去向前 站位太靠前面一点 所以准备掉空门 再过人 笑刘金 第二扇中 出面 球进了 陈海峰越冲顶 一蹭了以后 大角度 球进了 踢球点得非常漂亮 刘金也是传这个低弧线的球 而陈海峰呢 因为他这个身材不高 像这种下三度的球呢 就比较灵活 大家注意看 由这一开始 两个枪枪显示摔倒 这个传球的弧度啊 非常关键 大家注意看 向前越距离以后 越冲顶 上海队两个球都是投球攻进的 长海峰立了一攻 2比0上海队领先 角球 掉个角球 蔡建宁单拳击出 第三个 二线困扎 上门 胸部停就停打了 5号成绩强 阿贝利 再跳起来 哎呦 再不笑 还是没进 再射 球进了 夏招中文 第一次打门没有进 跟上去取得之后 再补射球进了 2比1 夏招贝利往边上一波 齐勇已经解围了 无冰 挡了一下 这球碰到这个手上了 因为现场有一个大屏幕 最近现场的观众看着新增出 首先这个树花 吴斌好像有一个这个球弹起来 手球碰了一下 起来之后没等反应过来 少招中文倒地铲射 球进了 现在比数还是上海队的一下 2比1 反之一 再一波好球 陈海峰 哎呀 不要转移 直接可以打门了 向外队打快空 林国平 李建合 踩落后一球 这样向那个性径有所增加 上海的投球边路 昆察定人不紧 投球攻门 武汉范范范范是迎城而上 侧身投球攻门 稍稍高了点 因为范范范范他是在跑动当中去争顶的 所以对方那个防守队也没能够盯住他 三次边路的这个组织进攻 疏松炮弹都是刘军来组织 刘军作为这个中堂队员 确实他这个 传球啊 比较到位 而且呢 比较隐蔽 有一定的这个进 进攻的这个组织能力 由于香港的颁回一球 使得这个场上的气氛有所活跃 巴贝利 不管是防守队员还是进攻队员都偏左 所以右路去前的这个人气不足没人 这香港队的这个边上的替补队员和教育员 好球 传中 传的太大了 提琴转身再往进去里面带 再传中 哎呦 巴贝利是反弹立下球进了 而这个球呢 是蔡建林准备去抢第一点 没想到这个球过来以后 弹到这个巴贝利的身上 这么一弹就进了 二比二 马上有一个大的这个高潮出来 我们来看看重发的半镜头 林准林准是反强特别积极往进去里面带 一脚传到中间 弹劲了 弹劲了 二比二平 蔡建林的那个站位啊 到了第一门 他准备去抢第一点了 上连这两球丢得太快 都是这个后卫线低人不紧而造成的 其实完全没有这个比较 本身是二比零领先 后卫没有必要清朝出动 让对方有机可乘打这个快速反击战术 因为本身你二比零领先 急的是香港队 而香港队倒反应该是清朝出动 加强进攻 争取把比分扳平 三号车要动 反击 准备射门了 哎 进了 这个球打得非常突然 出脚一脚 抽射 事发冷静 而且是队前碰了一下改变的方向 手面是原地蹲着一点都没反应 刘京除了被同伴创造了两个进球机会以后 自己左脚一脚远射攻击球 使得上海地暂时领先 以三比二领先了 大家注意看 摆下降势一脚打门 手面是原地蹲着 没做反应 这球是改变了方向 碰到这个向上连地人的头 一蹭以后改变方向了 继续主帧班的上升想了 全场比赛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